所以妳是到了美國 才打電話給媽媽嗎 我是在機場就打了 然後妳怎麼跟她講 我就說 我有電話妳們可以示範 妳要打給 她要叫出來媽媽喔 這兩個站起來好了 手扶梯那邊 我就說 喂 喂媽 媽媽要怎樣 我今天要去美國了 去美國 妳不是留在台南嗎 媽 對不起 因為我 要跟Milton去美國 真的對不起 妳要跟Milton去美國 她會養妳嗎 她有錢養妳嗎 媽媽 妳媽媽有問這個嗎 妳媽媽有問這個嗎 我告訴妳 在美國也有認識的 妳這個是 很像媽媽媽的真傳是不是 我在美國也有兄弟的 妳當時怎麼說服妳媽媽 讓她放妳走的 就說媽 我真的 我很久都沒有休息了 我想說我去那邊好好的 就是放空 想休息一下 然後我要去半年 然後 希望妳可以原諒我這樣 就說我賺不到錢 可是我回來再賺 媽媽沒有 她媽媽是 沒有在電話裡哭 媽媽不太會哭的 媽媽不會哭 就說加油啦 好好玩 她饒過妳了 去美國之前 妳們兩個認識多久 在一起三個月 三個月 三個月去 應該算 好有種喔 三個月雖然很冒險 三個月很冒險啊 根本還不熟啊 三個月是最熱戀的時候 可是妳就是對她 會不會打人這件事 她在三個月都還不會知道啊 現在市面上 很多會打人的男人 對啊 她在飛機上就講說 妳知道嗎 美國有多好玩 我可以帶妳去哪裡 哪裡哪裡 然後就說有很好吃的漢堡店啊 有很好玩的地方 我都帶妳去 很好吃甜甜圈 妳沒去過美國嗎 我有去過 我很小的時候有去過 所以要跟你講甜甜圈幹嘛 就是說很好吃啊 她都說服我說 真的妳放心 放心 很好玩 等一下 一個人要把人家帶去她的國家 不是應該要講一下 她們的遠景嗎 如果我真的愛一個人 要跟她私奔 我真的不管 住什麼小木屋 或是那種被人家快燒掉的房子 再親一親住 都沒關係 對啊 好 所以結果去了那個房子 看到怎麼樣 看到就是 是怎樣 太高齊是不是 不是 是相反 相反 很爛的房子嗎 也不是很爛 很樸實是不是 就是那個環境非常棒 然後我想像的是 一棟然後有兩三樓 然後因為她說她有室 對 有室友 有五個室友在裡面 都是男生 對 然後我想說那跟她們應該 就是可以變成好朋友這樣 然後房子應該很大 才可以融得下那麼多人 對 融得下那麼多人 對... 那我一去喔 真的嗎 然後就是 一進去就是樓梯上二樓 然後二樓就是我們的房間 然後房間差不多就很小這樣子 一人一間 沒有 我跟她一間 有自己的廁所嗎 我們三個人用一個 有兩個廁所 一樓跟二樓 我們是使用二樓的 這根本就是留學生的生活啊 這不是... 有別人真的是死穴 真的 那為什麼妳可以 就只能睡那啊 因為她已經人到那 她走投無路了 妳可以逼Milton說 我要住飯店啊 不行 為什麼 她就會說 她會不高興嗎 也不是不高興 她就會問我那妳現在要怎麼辦 怎麼處理 就是住飯店啊 那我會不敢講 對 我完全不敢講 我想說 我想說習慣就好... 所以用酒精麻醉自己 我剛開始 前幾個禮拜 我都用酒精麻醉自己 真的假的 我亂講 妳這是會愛走天涯嗎 妳這根本就是 我是會愛走天涯 可是沒想到 生活會變180度 小孩子我會發脾氣 就如果帶了一個女生去美國 然後她掛在我房間裡 然後整天都醉醉的 然後都睡到六點 下午六點才起床 我就會覺得家裡根本多了一間大垃圾 妳說妳預期的是她會到美國 然後自己安排什麼上課 對 她說她會自己查電話 然後自己說我要去上英文課 每天早上十點就消失不見 晚上六點再回來 她說我煮菜給大家吃 應該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就找到一個醉鬼 一直躺在床上 然後妳每天回家床 還要分一半給她睡 可是妳要顧慮到我們女生的心情啊 我們也換講我們人生地不熟 又不會講英文去那邊 男生應該要稍微 幫我們安排一下 稍微安排一下 你知道這樣會多臭嗎 那個房間 就是她一天早上握在裡面 然後 很臭吧 很臭啊 可是我有買那個香菜 Makia 她也不是也追妳吧 她多少要負一點責任吧 對啊... 妳們兩個就一直成立在肉欲中 我們兩個就突然喔 去美國就變成 跟想像不一樣 然後不是要去哪裡玩 甜甜圈那有知道嗎 甜甜圈 有...我第二天就吃到 因為還在試吃 對啊 我還在實差 她就一直在又吃 最好吃的漢堡 我根本不知道那個味道什麼 然後甜甜圈也不知道 妳真的很像會被 有沒有 被騙去 妳有沒有去煮菜 就是幫這一屋子的人做飯 有 我有煮菜 我後來全部都 這個很討好吧 對啊 大家就會很感謝 對 我想說因為大家都是學生 那些人都是學生 OK 然後我想說學生都沒有吃很好的東西 然後就去超市買一些日本的什麼炒麵啊 對 大阪燒啊 妳敢一個人去超市買東西嗎 我不敢 為什麼 我只敢去買咖啡而已 為什麼 那妳去超市買東西 沒有可能會獻給妳錢 所以這些錢是給妳買東西的嗎 對... 我會去她的皮夾拿 差不多... 妳去人家... 妳自己去人家皮夾拿錢 因為我的錢都在她那裡啊 所以我要買什麼 我要... 假如說我要逃走 我一定要通過她 全部都要通過她 護照也擺她那邊嗎 護照也是 好辣的Skitch喔 不是 而且她去不了機場啊 控制沒有的人 因為她不會叫車 不會坐巴士 然後不會問人 然後也不會辦任何手續 我只有一個手機 她完全可以把妳賣掉耶 真的耶 結果妳們都... 結果也沒有炒到... 也沒有炒到分手 沒有 就是每次 分...說炒到分手的時候 我們都說 算了我要回日本了 我要回台灣了 對 然後呢 然後她就說 妳是真的嗎 妳這樣講我很傷心 我還是有一點求妳啦 對 我也很傷心 然後我就會說 可是我真的這樣 沒辦法生活下去 就是妳看 現在我們搞成這樣子 然後她就會說 可是... 妳要我幫妳訂機票嗎 所以她還是希望妳走嗎 沒有 她就說 我就說 對啊 妳要幫我訂機票 然後她要訂的時候我就說 就是妳先軟化 其實還是一段很灰暗的歲月 應該就是回台灣力更分手對不對 對啊 台灣還撐得下去 沒有很灰暗嗎 就是... 其實妳可不可以講一個很溫心 或浪漫的話 就是... 人家不現在都有一個羅馬假期 什麼這種比較快樂的事 馬Q快樂的地方在哪 快樂的地方是哪裡 我要哭了 沒有啦 好的地方就是 可以跟她在一起就好啦 每天灌在那個房間 她有沒有帶妳去哪裡 讓妳覺得印象很好 我們有去 就是有去夏威夷啊 還有...有去那個啊 Vegas啊 金門橋啊 還有去...雪山 對 還是有去玩 金門橋只能去一下 都不能住在... 她提了兩次金門橋 可是萬一突然和她求婚的話 妳也是有可能答應吧 妳是那種會突然跑去結婚的人 有可能喔 閃電結婚咖 對 才不會妳們那麼了解我才不會 妳會閃電結婚 她會不會閃電懷孕 她會閃電結婚 閃電分手 閃電懷孕 什麼都有可能 對 就是... 他叫做閃電俠 對 閃電離婚 反正有去配上閃電她都會啦 不會啦 她很迷閃電 我也很迷那個啊 什麼 那個... 那個算命啊 算命說妳要結婚了嗎 我三十歲才可以結婚啊 OK 那妳長時間足夠 所以妳這個世界上 誰的話都不聽 只聽算命的 對 每個人都馬上說我不會結婚 算命的都說 她會嫁給一個家裡開直升機的 有講到直升機嗎 不是嗎 妳媽最喜歡講 那個... 秋難大隊嗎 秋難大隊 不是... 就是家裡有直升機的 那麼有錢的富豪是吧 是說用這個來講 不是開直升機的 私人飛機 我們比較年輕的時候 去夜店啊 然後她就會說 馬虎 趕快乾杯啦 趕快... 這個喝酒一定要趕快忙 快點 趕快跟上我 快點 我已經忙了 然後我想說 好...妳忙了我趕快跟上 我趕快去跑 我剛剛講就趕快 趕快進到我世界裡 什麼之類的 對 廢話連拳 我怕直接我一個人開很寂寞 對 然後我想說好... 我現在趕快跟著妳 然後就一直喝... 喝到時候小燕姐 我已經忙了 然後她就會說 可是我醒了耶 對 她說走了... 回家了 我來玩死了 她超過分的 她怎麼把妳帶到那個世界 然後她就走開 對啊 馬Q回來有跟你們講嗎 有 她就是一到機場 就打電話給我 然後因為她就是嘴巴真的超甜 身段真的超柔軟 她一打來就說 大S姐姐 妳討厭我了沒有 妳有沒有在生我的氣 對 妳有暗示她 妳討厭她嗎 沒有 她一接起來 因為她就... 她歷才半年都沒有跟我們聯絡 她就想說 我們一定會生她的氣 她一打來就說 妳有沒有生我的氣 妳有沒有討厭我的 所以妳也知道自己對不起人家 我跟你講 她身段很柔軟 那妳幹嘛不跟人家打電話 乾眼 這裡又敷